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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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得连脚踏车都跨不过去的时候 郭武兰湘会用手把腿抬过去 凌晨四点漆黑的天空下 郭武兰湘不孤单也不害怕 因为他说自己骑的是婆子车 要去做好事 24小时不打烊的水果店 是脚踏车环保的第一站 每天凌晨四点半 郭武兰湘都会赶在垃圾车来之前 收拔拉带 帅哥早 今天这么好 帮我留下来 感恩 感恩你 等一下再放 每天空雨无阻 在那风大 口门车站不走 今天大风收 冬天的午后飘起了雨 南湘骑着脚踏车照样出动 新庄宏泰菜市场 是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开发出来的新环保典 郭武兰湘说 找菜市场就像找港鸥 要跟人拔暖 他把拔暖说得很豪气 事实上 他跟人拔暖的结果 通常只敢问 老板这一斤多少钱 水果一斤一斤买 买到冰箱都塞不下 买到人家愿意听他说环保 这样的拔暖 有点傻 却感动了许多人 甚至有三个摊贩 愿意让出空间 让他绽放回收物 不是候选人 却每天跟人拜托拜托 三年过去 摊贩们不但跟着做环保 也跟着南乡 一样开口说环保 环保救地球啊 垃圾也变黄金啊 他很辛苦到早上四点多就开始出来了 像那种 拔暖的外面的袋子还有拔暖袋 就是塑胶的那种袋子都可以 我们就问师姐说 那过年怎么办 过年这袋子怎么办 结果他就说他每天都会来收 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听了就很感动 他就问他说 你这样收得累吗 每天都会累吗 讲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越做越用 听了就很感动 听了就很感动 你很好的很内心 都站起来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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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怎么办 赞 今天减死了一半 今天比较少了 就看起来买到 啥 人生八苦 病痛最苦 但是地球我们的母亲受伤 自己的病已经不重要 所以要感恩我们的南乡师姐 待在台的头鸡守护大地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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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又带鸡子 今天跟鸡子鸡不来 今天介绍鸡子鸡子 听说今年 刚出鸡的新委 新受证的委员 1月16号受证的陈立香师姐 感恩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你的第一次嫁嫁 这感恩我们头 有你的嫁妇的感觉 我们的黄仁祥师兄 感恩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其实听说你不要仁祥师兄 尽情就因为听鸡子 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经营姬 听到哪里有在说出鸡子 其实有一天在转转 转到说就是有一个厨院的生意 很好听 持韵师姐 后来上轮就有开始一个师姐 跟他亲口说 什么 他的家里就是一个师兄 三儿子 他说三儿子是没问题 但是师兄给他很烦的 他上轮就跟他回答说 那个给你很烦 没问题 那三儿子很好 三儿子不是很好吗 你那三儿子很烦 你先生肚子很好 你发不来 就是断断细细 有时候因为我们 毕竟那时候的上班 要去买菜又做什么 没有那个说过程都要在那里 就是后来又听到陈师姐说 现在有一个静思雨 静思雨 对 他说在那个书店就有了 我在那里面找不到 后来我说 去那里有那10号的公车 就载到台北 有一间我当班公司有一间住店 去二楼找找不到 我问的老门说 我给他找看看 他找找找一个 他就说刚刚好存一本 存一本我就买了 这个听师姐讲这段历史 你就可以知道 在其实还没有大爱电视台之前 磁寂这个 广电媒体就是磁寂世界 透过托播到不同的电台 播送磁寂的讯息 你听到的是磁运师姐 播上上年的开始 听到那个故事 他又给你介绍说 有静思雨这本历 所以你就为你本类的那一年就 为新增 坐10号公车 过淡水河来到台北市 过台北大区 我会买这本历 你就看了 有多几句你这次还记得到的 几句说 事说 就是人生难得经理得 活法难有经理温柔 人生 我们是反复嘛 都有不如意的所在 有时候就是 去体现起来看看 了解 所以 我们人都是反复 反复就反反复复 心情 刚刚在屋子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 没那么好 本色就是你的心灵导师 对 这需要就这样 因为我还不想跟人们 说我们 对的事情去说洪天 你不想这样 东家常离家 他去说洪天 他就再拔过 很麻烦 你很有口德 你很有负德 这样很好 就是自己承受 但是好险有净思雨 有上人的开示 让你心开运转 所以当你在你的妓妇 你们妓妇听说 在开杂粮店 对 粮食店 对 你在你的店里面 有挂住的东西 他看到了 给你请教 是啊 当时你遇到的时候 你看这个富人人 什么样的经营 这个富人人虽然很平凡 但是他们 看就很面善 很慈祥 以前那时候 你已经开始做主席了吗 他那时候还没 你 我已经做主席了 所以你就想说 如果有机会 可以做主席 跟他分享 是啊 所以说有活动的时候 我都会 介绍一些活动的讯息 嗯嗯嗯嗯嗯嗯 十分公斤大了 我们多少都是 欠米欠桌子 会去那里教官 所以就会跟你说主席 跟你介绍主席的活动 所以你很 知道说 他们研究要好好把握 虽然只有国家好比较 但是 半日也半日啊 你就一里通万里厕 主公就是股长的 最做做环保 所以去头你是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 点点做 头垂垂这样做 也是没有人说 我要去做啥 人家就说 你自己不去探 没来有 是有一天 去堂 他说 你现在去做啥 我说 现在我去做 世界上大的公司 他说 哪一间 我自己做 一天多少 我没有钱 这样 好啊 听到这里 大家慢慢有感觉 师姐就是 因为听了 慈运师姐主持的 慈激世界 对慈激有了解 看了金思雨 打开她的心窗 然后又觉得 应该要好好的把握 这个机会 做环保 但是我刚才开场合讲 他怎么从一个头垂垂 变成愿意 带出小鸡 也跟他一起做环保 这个转折是 需要我们来了解 不过我们现在看照片 你就知道 先来看影片 师姐其实身体 看来是这样 气质高充 身体贼用 但是有莫非 请看 先按摩脚 先按摩脚 这有的 可以这样打 坐这边 这个屁股痛的地方可以 按摩到 对 我爬在上面就是要 要用这个脚底 躺着比较舒服 比按摩鱼好用多 比按摩以后用多了 这个没有本钱 脊椎开过刀 脚踝开过刀 大腿因为常年骑脚踏车 长满厚厚的钱 腰痠背痛 和锅无难乡 总是形影不离 我就跟菩萨说 我的时间到你带我走 不然你就好起了 就要去做环保而已 做完之后 等你吃饭去做 就较有情形 比较有感觉 老伯 我要来这样 我看这家 我知道 我们总给他一个名字 手工手薄 就是寿衣寿 2014年7月 南乡开始上学了 他说自己六十几岁 还有机会做学生 真的很高兴 每天就是说 很欢迎像我上课 因为我们是特一个国校 现在他师傅说台语 我很会听 因为国家我没有说 说台语 我很会听 因为这下 很下我的义 就在孩子时代 跟今年的时代 相认是说 真有这个机缘 甘文书 有这个 住在世界 还有这个繁博展 这些博餐 我的高兴 我看人生日很漂亮 很感激 但是我还要怎么念就念不成难了 现在来这里是说 就跟我们 我要去 派他 这包说 我要去看留老师 那种感觉很高兴 有人问南乡 说你每天三点半就去乘载款步 接着熏法香 然后做环保 下午又去菜市场回收 整天脚踏车 骑来骑去 什么都不会瘦 南乡会说 因为我有菩萨加齐 车很重 也很重 这些人都说得很好 说得很像 你还好吗 我身体要做好吗 你做好吗 这样就做 要做 这不可以 这不可以 南乡说 自己只有国小毕业 不太会讲话 但你问他 什么叫资源回收 他会说 这是要再让一回生命 做一个塑膠 都给我出来 人的生命 没有办法重来 做环保的双手 却能让塑胶带 有再一次的生命 南乡师姐 一直在想说少年的里面 就是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 南乡师姐是新庄区巴拉带的第一颗种子 也是101年的人品典范 郭武南乡 1999年加入慈祭 2007年受赈慈祭委员 三年前开发新庄 鸿太赛市场成为新的环保点 从此 套风落后 全年无休 这三年来我都没休息 跟我们妹妹嫁嫁嫁嫁回家一天 随便下去随便起来 蔡池的所有房子大 四桌 要给我们的 只有她是要给我们的 我都忠受了 真的是不简单 春夏秋冬整年趟天 刚才说 跟我们小妹带媳妇的时候 八十个小孩 八十个小孩的时候 回家一阵一阵而已 你过年过节不在休息 我只是看一看 我媳妇 过年她休息 跟家人说 我媳妇说 再用一拜 我就过去那个环保站了 这样喔 对啊 请老师 听说你以前 其实家人的经济也不是很好 对啊 小孩其实 吃青了 都说你 老婆很打命 因为都做工人 出品贪吃 有贪到有嘛 当你要做主座 要一次做济港的时候 你老闆的态度是怎样 刚才是 慢慢跟她做 有个 他不知道 有个孩子 有个孩子 孩子是真 真好奇 后来是 站了 靠面台的拨桌 去 住她 她才问说 你妈是怎样 她要跟她讲 实在 就去做罕补了 她才知道 她是 會倒起來還是 跟你說 啊 這樣你不敢 我幫你倒做啦 動作是什麼 沒有啊 幫你動的嗎 他也不動 他就這樣黏黏 我們來看外那個人聽 做這個也沒錢了 還拔倒 你看這次腳太多了 他跟他說 那是好事啊 那怎麼有什麼 他那是人幫你講話 我們也有幫他講 他說 做好事也沒有 就是把它發作 他也不再說怎麼啦 所以你就繼續做就對了 我又繼續做了 後來你如果想說要開槌 這些 剛才有的老闆說 你的把他套戴的那些塑膠袋給我收 那是開到這個脊椎 99年開到脊椎後 那個四股多月 因為那個 我們的股料過年過了嘛 我就說 就是 那個四股的過三天 有吃不去忙就上輪 忙就上輪了 但是你都沒說什麼 這是給你看一下 這樣而已 那我只要練說 跟佩莎說 你如果時間到了 你帶我做 那時間都還不夠 我還要起來做環保 我沒有去探念說 我要做什麼 就是起來就是 這樣抗門槍也要學起來 我剛才是用膝蓋的 膝蓋不開 我練練過六次 練練練說 用手來撲 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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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這樣騎去 我也沒辦法想要做 你也是要行動啊 我就這樣開始練練練 你去撲下去 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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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剛才撲到人 市政府在說 分裂要分裂要回收 像你一樣問 說出錯 人家沒有害人 人家會開口 怕人家說不好 那是後來怎麼會教 你如果你有東西 賺到一大堆 抱歉跟幾嘴 後來是說 思考 算說做的事情 一定要做 對的是 做就對了 關關人家過 已經關關過 只要你有心就沒有困難 所以就 就從一趟小學生 就開始 這樣喔 你本錢也落得很重 不然你們家的水果 蔬菜 不知道要買多少 總算是十幾到 你說也是有 經過那也有困難 困難那就 那是關關人家過就對了 那就不管了 只是我們 要去撿那些東西 困難了 我們就不需要 我們就不需要去想 他就想我要真正 真正 反正我的東西 要收回就對了 過去放水樓了 對 現在就是 貿受到 他就口氣不好說 我剛才沒用 他就這樣 我就不管 我也是做我的 我就一直騎 勘忍勘忍 對 剛才有一天 真的 我幫你撿在那裡 放他人家 你就會去 知道我 我心裡是說 我告訴你 你幫我拍 現在我沒有處理 你再跟我說 你幫我撿在那裡 我就說 這真的菩薩都有在 到三天 對 你會想說 一年三八六五車 你給我看 快點快點 你看你的肩子 你的肩子就是 某一天 他帶到他的身心去環保站 想要做環保 就這樣 這樣熟腮了 就這樣黏下去 走到現在 四年有了 沒有 還不到四年 一百年九月進去的 一百年九月 對 三年我 可是有一年多 是陪媽媽做化療 陪伴媽媽做化療 可是那段期間 師姐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騎腳在這裡 腳又不好 你欺騰他的時候 他都說 聽聽他的做做我的 聽聽他的做做我的 所以在跟他在 就是跟著他做環保 這段期間 我感覺我從他身上 學到的很多 他真的是身體力行 然後把上人的法 都發入心了 你比他年輕 你身體比他年輕 但是他做我這麼拼時 你當然覺得 對 我會很慚愧 哇 騎腳這麼認真 我還不可以海苔 所以就是因為感動 然後就趕快行動 然後他也都是把我們 慈濟的信息告訴我 那我有機會去參與 各個活動 我們其實在慈濟 能學的東西真的很多 所以我很感恩他 因為真的 很感動到 他是我們社區的人品典範 美秀師姐在農業進行 傳個簡訊給我 他說其實我們慈濟北區 在九十六年 二零零七年 就開始做這個塑膠袋回收 但是後來因為 發現這個薄膠袋裡面 有人薄膠會帶油 裡面有油水 廠商就不收 就只好停下來 後來又發現說 有人要收 那他剛好又打了這個西基 他帶動了這個蜂巢 讓大家開始又重新 做這個塑膠袋 薄膠袋的回收 就這樣做做做做 這次很多地方都因為他的關係 被影響到 所以 從醫種子 三百千萬 黏黏黏 跟師父報告 時尚說 你們孫爺有出嗎 沒有 師父也幫你鼓勵 要帶你們孫爺出來 所以這次你們孫爺 也幫你倒三天 對嗎 孫爺要倒 所以你看 一切都是好姻緣 所以身體有病痛 沒關係 感恩 感恩有先生 感恩那個三個孩子 現在媳婦很乖 對 師父也很乖 真好 福蟲座中得歡喜 會從善解得自在 我們看到了我們可愛的草根補底 環保志工 不是只有蝴蟲 它會吸收上惡法 讓自己 像你說的 製造福田 自得 好嗎 繼續做 感恩 給大家的電視台 愛給大家 感恩 感恩